陈师傅的车是雷克萨斯ES300H 买来花了50万左右 两年开了4万5千多公里 记者采访时 那位让陈先生换冷却液的售后顾问也在 他跟记者说事情已经解决好了 但陈师傅觉得这件事还要公开说一下 18号陈师傅到萧山灵通赛斯店做了保养 在周顾问的推荐之下 花了2400块钱换了一种无水冷却液 陈师傅说当天他让女儿通过微信转了钱 才换了这种2000多块钱的无水冷却液 后来查了雷克萨斯用户手册 发现冷却液似乎没有必要换 用户手册上对车子各类部件的保养期限写得很清楚 其中发动机冷却液一项写的是 行驶16万公里后首次更换 然后每行驶8万公里更换一次 如果是混合动力车的逆变器 则是24万公里后首次更换 因为我自己车子说实话 我也是新车的时候就换了无水的冷却液 因为我觉得因为反正是换一次嘛 换好之后以后就不用管了 可以开80万公里嘛 像每一个你们像他这样的车主过来 你们都会做这样的推荐吗 我会告诉他就是说冷却液 那看客户 我们也是看客户的这个使用周期啊 或者什么的 更换的周期也不一样 他说这个16万跟他现在开的几万 四万五千 对方这也差得有点多呀 就反正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只不过是跟他说建议一下 有更好的 就是如果说他要换的话也可以 对吗 对 他说一定要换呀 我没有跟你说一定要换呀 周顾问表示 他当时只是建议冷却液到底怎么换 无水冷却液又是怎么回事 不妨多听听行业内的观点 陈师傅拨通了他购车的Sysdent电话 比如说混合动力车啊 他的防冻液的话 在16年15万公里之内 如果说防冻液发生缺少的情况 我们是对他进行一个免费添加的 那他主动提出来更换防冻液 我们才会付费给他还 我们一般还是换原厂的防冻液为主 那个换还也就15百块钱吧 无水防冻液的话 它是油质的 油质地的 我们普通的防冻液 它是水质地的 哪种好一点呢 无水防冻液的散热 是没有普通防冻液好的 水的比热容是科学上来讲 是最好的 水防冻液它可以做到 中升免更换 因为的话 它的水的含量比较少 它不容易产生水垢 灵通Sysdent方面表示 陈师傅这次的消费 可以全额退款 冷却液也可以更换为普通的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看百态人间事